你有沒有發覺 有些地方明明不是垃圾場 但就無緣無故變成大家吊垃圾的新途點呢? 由於位置不是社會處理垃圾的路線 就沒有人聞盡 垃圾就越多越多了 你以為你把垃圾吊在一邊就解決了問題? NO! 就是你沒有把垃圾吊在垃圾桶就這樣吊在地上 沒有人反而會滋生更多的問題 最明顯的就是會臭氣糞 更會惹到蛇蟲鼠藝 野貓野狗來亂垃圾 令垃圾擴散 影響使用 不但阻礙路人 甚至會有很多潛伏的危險 馬來西亞很多地方都發現到有這樣的現象 這麼騷擾民眾的事 不查過那一刻真的不行 於是就去到我們附近的重災區 敏敏當地解決這個問題的單位 經過了解後才知道 原來事源是有些人怕處理大型垃圾 於是就貪方便把垃圾吊在某一個學行 然後就惹來一大堆貪方便的人 順手把垃圾吊在某一堆 就是這樣 垃圾堆就無緣無故認成了 外面試過很多方法 就算有CCTV貼圖警告 外面自己甚至拿大聲公向各位呼籲 我們會免費幫你處理你的大型垃圾 請大家不要再把垃圾堆積在後巷 但垃圾堆依然存在 社會清聯又有人吊 二對垃圾山真是請愚公利益都移不開 咦 等一會 我們會免費幫你處理你的大型垃圾 請大家不要再把垃圾堆積在後巷 處理?怎樣處理? 我們市會將會在每個星期一到星期六 在商業中心免費幫你處理垃圾 你只需要把垃圾放在門口 我們整包車就會幫你處理 就是這麼簡單? 對 就是這麼簡單 真的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還有人這麼辛苦 又鬼鬼祟祟地把大型垃圾抬在後巷 麻煩免費又不環保 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你又明白不明白? 我是靖靖 認同的分享給點贊 不認同的就給點生氣